关键词 李子柒起诉背后推手 前些时候李子柒不就说以报警吗 昨天根据商业查询网站显示 李子柒终于对他背后的公司 MCN机构杭州微念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发起了诉讼 李子柒现在已经停工三个月了 八成就是受到了公司的影响 李子柒觉着 公司对李子柒这个品牌运营的过于商业化 而这个公司要的就是商业化变现 根本思路都不一样 难怪合不来了 大多数网友都占李子柒 毕竟大家爱的是他这个人 但也有一些网友觉得 李子柒能成为头部网红 离不开网红公司的扶持 现在他反手起诉公司 是不是有些又当又利呀 不过这事吧 谁是谁非咱也不好说 还是等待法官来判决 只不过李子柒接下来想要做的事情 大家是真的支持他 想要做一个能够可复制 可传播可循环可推广的 相比赚钱工具人 大家伙也更希望李子柒 去做传播文化的事 希望李子柒早日处理好纠纷 赶快更新视频呢